地上堆滿雜物和垃圾 慈濟之工得分層清掃 这栋四层楼的房子是沈伯伯的家 他无偿让另一位姬伯伯借助20年 却被搞得一团乱 95岁的沈伯伯平常都住在二楼 他煮饭用餐都在小房间里 年轻的时候曾在外交部工作 三个儿子都定居洛杉矶 二十几年来都是自己独自生活 沈伯伯口中的Tina 就是这位游师姐关怀访事两年多 因为老人家没有安全感 每天固定和她通电话 这天慈濟之工动员十几人 彻底整理一番 卫生这么不好的一个状态 实在不忍心 那这个疫情 我们在想说等疫情 稳定 再看更严重 我们想说不赶快帮她处理 她也想把房子稍微整理一下 这次就要分了 来来来 这赶紧会 这赶紧会 慈濟之工除了清扫环境 未来也可能请看护照顾 确保老人家晚年有舒适的生活品质 来 放楼下了 放楼下了 大家新闻黄宣邓映中台北报导